有些人對某些食物成分會產生很嚴重的敏感反應 這種叫過敏反應 如果食物含有花生、堅果像腰果、合桃或杏仁 背殼類、魚、牛奶、蛋、芝麻或黃豆或它們的產品 就算份量得很少都必須列舉清楚 有些人有墨膠過敏性疾病 所以也要列明膚的成分 如果每公斤含有超過10毫克的防腐硫酸 就一定要寫清楚 因為這份量可能令有些酵喘病人酵喘病法 有關食物過敏的資料 你可以瀏覽澳洲過敏反應協會和紐西蘭敏感協會網頁